嗨各位小財神 大家今天都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呢 今天主題非常的特別 就是花旗銀行 終於要跟寶可夢展開 就是一波正式的官方合作了 那你們從畫面上也可以看到說我們有 這次特案要送不少東西 那官方的話呢 直接要求加碼 就是iPhone 12 Pro 5 1 2 G 一支 那個人 寶可夢個人加碼 首先40倍咖啡 第二再加碼一支iPhone 再來第3個 有 這個500元的小七商品卡要送16組出去 有沒有發現這個就是 非常非常的 大方 因為你這樣算一算的話至少 9萬多10萬塊跑不掉 那44400才22就88800了嘛 然後 40杯咖啡一杯35元 這樣算起來也是1000多塊錢 然後 16組小七500元 這樣算起來也是8000塊下去 接近10萬元 這個10萬元的好康呢 當然就是 本人 特別就是跟花旗要求的 然後他們這次就是決定說好 那我們就來拍板定案來做這次的合作 那個人加碼的這三個 品項都是由我個人的 這個 口袋裡面腰包把錢掏出來做啦 做活動這樣子 也就是說 這不是花旗 要求我做的 好所以 這一次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來跟大家聊一下說這次特案的情形 如果你是 現在才看到這個影片才要跟團的 都還來得及 那我們這個資訊其實在 前幾天已經在我們的 blog 跟我們的FB上面都已經有分享了 那這邊呢 我們 再來跟大家 簡單的解釋一下這個活動 相信你們都有機會就是 都可以跟團啦 那不論是新戶舊戶 全部都有 機會 好那到底要怎麼參加呢 今天來看 一次跟你講清楚 好今天的主題版呢 一共有12345 5個 5個項目跟大家講完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會跟花旗有合作的契機 這個也是一個故事的姻緣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這張卡片 現金回饋 不知道 太金卡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也跟大家再一次說明 總不可能說 爛產品要叫大家辦嘛 當然不會啊 所以這個產品一定是有它的亮點的 那也非常開心 就是說 他有把權益做提升了 所以 來跟大家做介紹就不會那麼的 奇怪 讓人家覺得說為什麼這個爛產品還要介紹 不會 他其實是蠻有競爭力的 那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 新戶上車除了刷5000 送1000點的LinePoints點數之外 再加碼抽 iPhone 12 Pro Max 512G 你會可能好奇說 有些人就在我的天文下面就很 不客氣的講說 那你為什麼不每人送一支 我就想說那你來開銀行啊 奇怪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優惠當然都是爭取來的 怎麼可能說 每一個人都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來當KOL 你來當 那個銀行好了 都你來講最厲害了 對啊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 永遠都那麼的自私 或是覺得說 對我就是一定要有 我沒有拿到什麼都是屁 好這個有時候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 因為我們畢竟也只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 就是 KOL 我們也不是說 多有影響力 我不是開一間公司 或者說是像一個代理商一樣 那這樣你怎麼可能 可以要到那麼多資源 所以我也當然是 盡我的能力 然後能夠幫大家 要爭取到多少 就盡量給大家了 不然你到底知道我怎樣 說1000人半卡 然後一個人多拿400 那也可以啊 那就等下一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後面兩個是我自己加碼的 我先送40杯咖啡 然後再來有16組的小七五百人商品券 也要送給大家 不分新救護呢 前面講的 大家再來抽一支 一樣是44400 這支 就是 iPhone 12 Pro 512G 這個要送大家 好來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個 這次合作的奇蹟很有趣啦 就是理的才知道這個節目嘛 那大家都知道說 寶可夢是禮拜三的主持人 好那我們有在 10月份有一集的節目是講到 就是剪卡排行榜 好那 那一共有5個 銀行的信用卡入榜 那有一些銀行他們會 看了之後會覺得說 哇 好像我們的產品比較不好耶 怎麼辦 所以就 他們就會透過代理商然後來詢問寶可夢說 你這個卡片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覺得我們可以改善的 這5間銀行裡面就有 兩間銀行 就是有 用那個代理商的方式來 就是 跟寶可夢接洽 那我們之前在這個 理財鏈消費的Podcast節目裡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到這些有趣的故事 那今天的話呢 這算是開花結果了 就是說 這一集的節目 有提到花旗 那花旗他們看了之後 他們其實 非常的在乎我們這邊所有消費者的想法 我也很相信我講的話 就是 他是真的不好 我才拿出來罵嘛 不然的話呢 就是無你取鬧了 好 那也非常的 開心說 他們透過代理商來詢問我 說有沒有可能我們來合作一下 然後 我們也一起來聊聊看說 他們有邀請我去他們的辦公室 坐下來聊聊看說 到底 這個 目前 有沒有什麼 可能 合作的可能的方式 然後 能夠讓消費者去 更理解 花旗這個產品 或者是花旗的信用卡 我說好啊當然沒有問題啊 如果你們有預算我們就來做一波活動嘛 那 把這個好的產品的內容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切入點 他們也非常的 開心很榮幸的希望能夠就是有機會合作啦 所以才促成了這次的合作案 那當然我 一有機會我這樣就是要幫大家爭取嘛 所以我就講說 那我要送就要送最好的 我要送iPhone 12 最新的產品 他說我們現在有兩個讓你選擇 一個是 這個PS5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iPhone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是決定送iPhone 因為 你想想看你也知道嘛 PS5一台才12000而已 但是我們iPhone一台可是4萬多 這個可是額外在一筆錢進去 所以 我個人覺得有些人會在那邊講說 那你為什麼不送PS5 因為PS5現在就是 比較難去取得 然後再來就是 數量少嘛 然後金額也比較低 那你還不如就是送iPhone iPhone你 抽中了你拿去賣掉 你再去買 你可以買4台 那個PS4 我覺得真的是 很誇張 啊PS 對 4台嘛 4台PS5 對 PS5 好 再來 了解了我們整個 就是合作的契機之後呢 現在就要來跟大家介紹這張卡片到底有沒有什麼亮點 好 第一個 它的亮點呢就是 它其實是不分海內外2%現金回饋喔 那 我們在 那個 你的才知道的減卡排行碼裡面有講到說 花錢現金回饋 plus 這個 預期卡它是只有0.5%現金回饋 就比較差 所以我會非常的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沒有這張卡片你也在搜尋說 要一張可以讓你就是無腦刷回饋高的卡片 這張卡片是你可以考慮的 因為它也是目前的 現行的高標也就是國內2% 現金的部分 那你不要講點數 有的點數當然會超過啦 因為點數的部分 銀行可能可以用 再低一點的這個 價格去跟 這個點數商買嘛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以現金回饋 就是回饋到帳上可以折理刷卡進的這種 玩法為主的話 那 現金回饋plus 太金卡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因為有風大戶也是2% 這張卡片也是2% 所以我覺得 已經非常具有競爭力了 除非明年有更厲害的卡片出來 好 雖然這是全通路全產業直接2% 我個人覺得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新戶的部分 它再加碼8% 好那你可以上 我下面這個 有這個介紹的文章的連結 或者是官網裡面都有看到 新戶再多8%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加上行動支付 所以2加8最高是10%的部分 包括 PXP也是 所以你在全聯 就是 做消費或者是直接 儲值的部分都是有2%回饋 這活動是到年底 這是它的 第一個 不分海內外的2%現金回饋的 這個活動規則 推薦給大家使用 第二個的話呢 很多人都會問說 繳保費到底有沒有什麼卡片可以用 那我也針對這個主題 特別做了一集的影片 在理了才知道 大概在11月底 12月初的時候呢 禮拜三中午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繳保費省卡排行榜 我有準備了5張卡片很不錯 那這張卡片呢 它也是有繳保費回饋的 來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 你如果是使用 單筆 不分期的情況之下 你有2%現金回饋 那花旗的所有卡片都是 只要一分期 基本回饋就沒了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你的保費只要在300萬以內 就是 繳下去都有2%回饋 因為 花旗的現金回饋plus 泰金卡 它的每一年可以取得的 這個 現金點數呢 上限是6萬點 所以你2%的6萬點往回推 就是刷300萬 我覺得一般人要刷300萬 也有點困難 我一年都沒有辦法刷那麼多了 所以我相信 這個 我們這邊的粉絲朋友 大概也比較難去刷到那麼多 但如果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就是 分不同的卡片來使用 也不錯 第三個亮點剛剛有提到 全聯有2%回饋 但是它這活動到 12月31號 所以你自己也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全聯儲值 然後領取這個所謂的 這個 全聯福利點數的部分 你可以配合花旗的 黨旗的活動 比如說禮拜一的時候刷1000 然後給3%的 這個回饋嘛 那你再加這個的話 就是還有在網上 提升COMBO季的部分 在這部分的話 你就要自己再去 官網去看一下 去研究一下這個整個條文 或者是說 看它這個數量沒有額滿了 這都要自己去做功課 那第四個亮點 就是 看電影6折 那花旗的卡片 我個人覺得 還蠻實用的一點 就是如果你是要在 平日1到4晚上 去看 電影的部分 那麼這張卡片 的確是可以讓你 就是直接打6折 4 8回饋 4 8回饋意思就是 其他票價直接打6折 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愛看電影的人 然後你又不喜歡在 假日人起人 那麼平日 晚上直接 去 微秀刷卡 那的確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那目前的話 好像櫃台是不能刷 所以 你都必須要去旁邊的自動 售票機 直接 就是 過卡 然後就選票 直接打6折 我覺得也不錯 都很方便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是愛看電影的人 就是提供給你參考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亮點呢 就是 有16%回饋 我的文章有寫到 那這是什麼意思 怎麼來呢 如果你是新戶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 2加8 就是剛剛講的 行動支付有10% 那再來的話 就是 財管客戶的部分 你如果 新開戶 並且放300萬 成為CityGo的 貴賓理財戶的話呢 他有針對你的刷卡的 這個部分有再多 6%的回饋 那相關的 這個活動細則 我其實在我的文章 裡面都有寫了 如果你想要看 看得更仔細更清楚 而且你想要拿到 最高16%回饋 其實 看我的文章 就完全非常的知道了 那這邊 在影片裡面 我就大致跟你講 他還有這樣子的combo機 那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特案啦 這個特案剛好講過嘛 不是 PS5 然後是我們的iPhone iPhone真的是因為 它的價值比較高 我覺得 也比較符合大家啦 那 你們一定會想說 那有沒有人人有獎的部分 人人有獎的部分就是這個 就是你從我的連結辦卡的話呢 你只要刷5000 至少有1000點來Points點數 然後剩下的部分 就是大家一起來抽獎 那抽獎的主數能 可多可少 有的活動我會比較多 那讓你盡可能有獎 那讓你盡可能有獎的活動 因為 獎品的價值很高 所以 數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這個大家也是要多多體諒 那當然如果你 自己本身有一些 額外的身份的話 會有額外的加碼 我們會在 接下來的活動裡面陸續的 把這些加碼抽獎次數 把它公告出來 所以 目前我們現行的 這些活動 就是等一下會講到的 但是我接下來在12月底之前 會持續的公告特殊加碼 抽獎次數的活動 也非常歡迎大家去爭取 去取得這樣子特殊的資格 比如說加入悠悠班 或者是你也加入花旗的財富管理 從寶可夢這邊 推薦你進去 如果符合資格你都可以拿到 額外的 抽獎次數數 真的 這一支 44400的iPhone 12 Pro 512G 就讓你帶回家 拿去賣掉你也賺了 好不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新戶跟團向車刷5000元 我們還會再讓你抽 iPhone 12 Pro 512G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由花旗那邊自己 公開抽出來 他們 抽出得主之後他會跟我講我會來協助公告 他們也會在這個頁面上面做公告 所以你們 就可以特別去關注一下 這個在明年3月 左右就會 走完所有的程序跟流程之後 會統一抽獎 然後抽獎完會公開公告得主 這樣子 那花旗會直接跟你聯繫 並且把獎品寄給你 這個就不管我的事情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我的 個人加碼 就是跟花旗無關了 因為這個是 我自偷腰包拿我自己賺的錢 出來撒幣 好 那也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得獎 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我先送40杯咖啡 好 那這活動規則其實 文章裡面都有 但我在這邊也可以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 從11月18號到11月30號 那 影片上線大概是 23號左右 所以你還有7天的時間 趕快 不論是新戶還是舊戶 趕快去申請 新戶最快兩天 舊戶加班換卡 30號之前一定可以拿到卡片 那麼 來 我的指定貼文 下面呢 來 放上你的 曬你的卡面 並且分享你的使用心得 你就可以拿一杯咖啡 我會收出40個 如果本團有100人來參加的部分的話呢 我會再加碼 抽一個人送500塊錢 所以 這個名單的部分 我會請這個 我們的正角小天使來造冊 然後我們來公開的公告 並且抽獎 在12月15號之前 所以你一定要在 11月30號之前 去完成任務 那我們會盡快的時間 完成抽獎 這樣子 抽獎也會在我們的 這個YouTube平台 裡面的直播 來抽 第二個是我加碼了 16組小七500元 也是多少 16乘以500就8000塊錢 其實 這個是蠻有 源頭的 這源頭應該是說 我本來要送的是最高級的iPhone 12 Pro Max 512G 但是因為這個溝通上面有一些就是 污秽的關係 所以最後是送iPhone 12 Pro 512G 那中間 Pro跟Pro Max 差了4000塊嘛 所以我決定 再次掏腰包 4000塊出來 好 那兩張 兩個 兩 兩台手機就是差了8000塊 8000塊除以500就是16組 所以這16組一樣 也是要送大家 所以 你只要符合新救護上冊規則 並且有來回報的人呢 你一樣 可以參加抽獎 就是我們 會抽出一支新救護街友的iPhone 12 Pro 512G 那麼 我們還會 在另外抽16個人 每個人送500元 小氣500元商品卡 好所以 總共就是8000元 再加碼的部分 活動的回報方式都是 一樣的 就是 在明年的2月1號開放回報 那麼開放 大家一個月 4個禮拜的時間 2月1號到2月28號 好回報完畢之後呢 我們3月15號 會公告抽獎名單 然後 3月中旬 4月 4月中旬之前 就會完成這個所謂的抽獎 也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就說不定會有加碼這樣子 好 所以 看完了小的加碼跟中的加碼之後 現在要來講大的加碼 大的加碼就是 不論你是新戶上車或者是舊戶 都可以來參加我的這個 iPhone 12 Pro 好 抽獎 無優局 這真的是我自己自套要不要 我要花錢去買了 好 這活動一樣好 就是在12月30號以前呢 你要 這個 拿到卡片 那你新戶辦卡的話大概 一個禮拜可以拿到卡片 最快兩天 拿到之後你就是刷5000 你可以拿到新戶的 這個 1000點的LinePoint 還有官方的抽獎資格 那在我這邊的部分的話呢 你只要 有來回報 你就可以享有一次抽獎了 那我這邊有額外設定一個極具 就是 刷1萬刷2萬 3萬刷4萬刷5萬 最多刷5萬可以再多加碼5次 所以你是新戶的話呢 你可以刷5萬 好那麼你就可以有 3次再加上這邊加碼的5次 就是有8次的抽獎機會 就是比 救護還要再多一點 這個抽獎機會嘛 那如果你是救護的部分 救護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你從誰的連結犯卡 你只要有這張卡片就可以參加活動 所以這是我特別開放給全台灣 所有的花旗卡的卡有 你只要進行轉卡 因為你以前的卡片可能是這個Visa的版本 Visa版本只有0.5%不好 那我建議你就是換成泰金卡之後來刷卡 然後來參加活動 你只要刷5萬塊錢 你一樣可以參加 11跟12月份這兩個月份的賬單 只要就是總共累積你的這個 現金點數有進帳1000點 就可以符合就是最高5次 因為你刷1萬塊錢的2%就是200點嘛 所以11月份跟12月份的賬單的 這個現金點數加起來 新增的現金點數有超過1000點 就是最高可以拿到5次的加碼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一些額外的抽獎次數 會依據你的身份比額 會有所這個進行加碼 我們在陸續的活動裡面進行公告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 有好幾次加碼的抽獎機會 請你務必要加入悠悠班 或者是成為花旗的財富管理客戶 存300萬 都有機會把這個帶回去 因為你的抽獎次數只要越多 真的很容易中獎 那這一次我們因為有加碼16次嘛 所以 一定 有機會 可以至少把一組小七500元帶回去 這個就是 本人 這一次的活動設計 那活動設計的部分的話呢 非常的開心 就是能夠邀請大家 一起來參加活動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 就是聊一下金句 就是這一次的合作 我自己的感覺 送大家八個字 就是 這個詞大家應該已經聽到快爛掉 但是我還是一定要不斷的講 就是說 就算是我跟不同的銀行 不同的 證券商 或者是其他的廠商合作 我 唯一 放在第一 放在我心裡面 第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希望我的粉絲能夠拿到比別人還要好的權益跟優惠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 互利共享的精神 或者是 飲水思源 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 所以我一定會把你們的權益放在最前面 好 不論是我自己字號要包自己辦活動 好 因為辦活動你也要花時間花精力去設計活動 甚至還要最後收尾嘛 還要正獎什麼 這都很麻煩 但是我都很願意做 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 好所以我也很希望把這樣的精神傳承出去 甚至是 我很樂意看到有人跟我競爭 因為 你也知道我現在的這個特案的方式 是因為我去跟花旗爭取的 所以市面上其他的人 在介紹這張卡片的時候 他們的 特殊的專屬辦卡連結 都沒有這個 所謂的加碼抽獎的部分 你也甚至不會有他們自己自掏要包出來辦活動的部分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能夠做到跑轉引喻 因為只要全台灣所有的部落客 願意 多為粉絲付出一點 其實對於你們來說就是很好的收穫 那我們也可以因為我們的影響力大增 而跟銀行 抬高 我們的合作價 那這樣子 你們有賺 我們有賺 大家都有賺 然後銀行的成效又很好 所以這不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嘛 所以我在這邊 我也很希望大家不要 去覺得說 哇 那都是你一個人在做 你一個人賺就好 其實不是這樣子 而是希望 大家都能夠 一起來努力 能夠為這個 金融社群呢 多付出多努力 讓更多人互惠 讓更多人受惠 這個 整個環境才會越來越好 這也是我一直不斷的辦活動的初衷 因為辦活動的話勢必會 讓我的錢賺的比較少 但是我不在乎 我覺得也沒關係 反正 就是盡量回饋給大家 你想想看 如果我沒有 我的價碼如果沒有開四五萬 那我怎麼可能可以送四五萬出去 所以你也知道說 其實寶可夢的價碼 大概就是這個level以上了 但是 我還是很願意 把我 收入的一半以上 這是沒有含稅的 就是全部都回饋給大家 也請大家一定要認真支持 因為 本次的成效好 明年度還有機會再跟花旗 做更深入的合作 那在做更深入的合作的時候 價碼提高了 我又可以再辦更多不一樣的活動回饋大家 這對大家來講 不是也是另外一個更好的事情嗎 然後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說 不論你是花旗的新戶還是舊戶 你都有活動可以參加 新戶更好 因為花旗想要的是新戶 但是我們對舊戶也不會虧待 所以呢 你現在就算跟團上車有花旗的 卡片或花旗的產品 你也都不吃虧 因為 永遠都有好康得真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神 不論是新戶、舊戶 然後互利共享的精神要一直不斷的落實下去 也非常歡迎大家把這支影片就是公開的分享出去 邀請你身邊的親友 趕快來跟團 好不好 這個優惠真的很好 也非常歡迎大家就是 趕快的 幫我就是擴散出去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如果本次成效不好 也許下一次就沒有辦法有合作 這個都是 非常現實的 所以 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讓整個金融社群更好 這真的是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做到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影響力 比如說 我的主持人身份 然後幫大家爭取更多好康 但是 你們也要跟團上車 才能夠讓廠商看到 我們的威力跟影響力 好不好 所以 大家就是 互相幫忙 互相支持 那這樣子 大家才能夠拿到 更多的油水 好 那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 就是觀看的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 好不好 這個真的講好幾遍 講到快爛掉了 但是 你們真的要有行動 要有做 我們才有可能 讓這個社群 更壯大 更美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 記得要去辦卡